天氣方面的小小來關心到 今天白天美雨風面接近水氣增加 全台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提高了 那麼跡象署表示 風面逐漸的靠近 在未來的3到4天 都將滯留在台灣的上空 在對流包通過區域 包含了西半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民眾都要留意瞬間有強降雨的發生 那麼有跡象粉專更PO出了 各國模式的累積降雨預測 一直到星期五之前 台灣都呈現紫紅色 台北天空一早被厚厚原層籠罩 迎接24節氣中的小滿 碰上美雨風面逐漸靠近 未來幾天可能在台灣附近滯留 全台各地都有瞬間咒雨發生機率 預計這個風面在未來的3到4天 會一直在台灣上空這附近 對流包已經在通過 蘭嶼跟橫沉半島 因此目前這附近 是有比較旺盛的雨勢在發生 氣象粉專 台灣颱風論壇 PO出週日到週五 各國模式的累積降雨預測 直見台灣一片紫紅 粉專指出 雖然各國模式的雨量預報 對何處雨量較多還是有些分歧 但共通點都是全台容易下雨 特別是直營西南季風的中南部地區 而氣象處則預估 週一午後在北台灣山區 中南部地區以及西半部 將會出現局部大雨或瞬間奏雨 週一晚上到週五白天 封面滯留 對流消消漲漲 尤其是對流包通過的熱區 包括西半部 東半部都要提防瞬間大雨和累積 對流要通過中南部地區的機率 都還蠻高的 應該多多少少會帶來一些降雨 水晶多少可能會有一點滋潤的狀況 但是到能不能舒緩這個漢象 其實還要持續的觀察 氣象粉專林老師 氣象戰則發文說明 夏季的第二個節氣是小滿 天氣將會越來越熱 日照也會越來越長 未來一週天氣形態不穩定 提醒民眾外出 別忘了攜帶雨具 絕縱報導